各位同道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下面来学习的内容为大肠癌的内容 我们把后面肛管直肠当中的直肠癌的内容 放到了结肠癌这里 一起来学习 那么统称为大肠癌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肠癌是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 对不对 这里面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到主题 那说比如说一般的大肠癌都见于腺癌 容易发生淋巴结转移 那么可以分成哪些分期呢 我们在专业实践能力科目四 这里面重点来讲一些重难点 对不对 是我们的整个疾病有的方式 所以说基本的内容我就不去讲了 基本内容不去讲了 我们就抓一些重点 那首先来说六次分期 好了看一下ABCD 四个分期 其实在科目二相关专业知识 我们是有提到的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好吧 首先来看一下 说A期 A期层次大家还记得吗 四层 粘膜层 粘膜下层 基层 浆膜层 好了看一下 粘膜层零 粘膜下层一 基层二 没有穿透 浆膜层 这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A期 好 大家来看一下 那B期到哪呢 B期就是穿透了后面的浆膜层 最外面的浆膜层 穿透以后 那么就可以到周围 对不对 如果请到周围 来看 穿透长臂 进入到 结肠旁的淋膜层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结肠 这是结肠 好 进入到结肠旁的淋膜层 这出现了转移 这个属于 这个属于C1期 C1期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C2期 C2期顺着这个淋膜 淋膜顺着这个长细膜的静脉 逐渐向下走 就到了长细膜的根部 这是什么时期 这叫C2期 C2期 到达了长细膜根部的淋膜层 好 再来看一下D7 那D7的话 就是我们讲到的最远的时期了 就是远处发生了转移 或者是腹腔的转移 对不对 那也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六四分期 那有些考试 就考到了这部分内容 怎么考 这样来考的 说A7的五年生存率多少 80 B7的65 C7的30 考到了数字型内容 说老师 那我记得简单一点 那你记得简单一点 可以这样来记 A7 C7 80 30 38 对吧 38 这样比较好记 A7和C7 那么B7是介于两者之间 两者之间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长癌的TNM分期 TNM分期 T是指的原发肿瘤 N是指的磷巴结转移 那么M是是否发生了远处转移 好 来看一下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 说这个TX就是不能确定 无法评估 我们称之为TX TIS称之为原胃癌 T1时期呢 是指侵犯到了粘膜层以及粘膜下层 T2到达了固有基层 固有基层 好 T3已经到达僵膜下 T4已经穿透僵膜层 穿透僵膜层 僵膜层也就是我们说的脏层腹膜 脏层腹膜 这都属于T4 T4 淋巴结转移 那毕竟是科姆斯专业实践能力 这个考核的很细 可以考核的很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X无法评估 0没有淋巴结转移 好 所以说这里面我们需要记的就是N1和N2 那你就记住 N1N2 怎么来记 这样来记 好的看一下 1是指的 1到3 2是指的 22得4 13得3 22得4 记住没 T2对应的是4个 一个对应的是3个以内的 淋巴结的转移 M的话 M0和M1 这所有种类都是这样来讲的 所以这无需要特殊来记 不需要特殊来记 那这里面大家记住 到了科姆斯专业实践能力 提形变难 一定要掌握更准确的内容 好 那么这个TNM分期 我们就说到这里 TNM分期 那苏老师 胃癌的TNM分期呢 好 这里面把胃癌的呈现出来 大家自行去做对比 自行去做对比 这里面我们不再做赘述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题目 75岁的老年男性 尖断上腹部疼痛 20年 这是一个慢性的病程 对吗 是的 好 继续来看 家重伴有黑便 准备有消耗道的出血 好 继续 生命体征是平稳的 不用看了 消瘦多考虑 恶性肿瘤 引起了消耗 是的 继续 压痛有 没有反跳动 肌紧张 说明没有腹膜炎 只有局部的病灶 再来看 血色素8克5 实锤 贫血 白细胞8.6正常 血小板 120正常 胃镜显示 显示 溃疡型胃癌 溃疡型胃癌 超胜内径显示 肿瘤已经进入到固有基层 腹部CT显示 幽门上下淋巴结肿大 该患者所患疾病的 临床的TNM分期 老师本来是要跟我们讲 结传肿瘤 都把一个胃癌放下来了 我前面让大家自学的内容 你学了没有 如果学了 那么这道题 其实非常简单 对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选哪一个 那现在肿瘤有多大 4乘3 那胃癌的肿瘤 到底是 T是如何来计算呢 还记得吗 老师T的不是看这个大小 看层次 非常好 看层次 来看一下 肿瘤近任至固有基层 那我们说 如果TIX叫做 TIS叫做原棉 T1侵犯至固有层 粘膜基层和粘膜下层 T2才侵犯到 固有基层 所以首先 我们通过固有基层 能诊断是T2 能诊断T2 那么首先排除了A C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N淋巴结的转移 淋巴结的转移 大家一起来说 NX无法确定 N0没有淋巴结转移 N1是指 有一到两个区域淋巴结的转移 那现在有几个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U门上 U门下 U门上 U门下 所以我相信大家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了 那这属于 T2 N1 对不对 T2 N1 有没有远处转移 没有 所以诊断为 T2 N1 M0 前面我们大家去学 大家没有去学 结果题目出来 是不是 开篇就做错了 好 那往前翻来看 是不是就是这张表格呢 输到用时 方恨少啊 好 来一起来看一下 侵犯至固有基层 为T2 没有问题 好 再来看一下 N1是指的 一到两个淋巴区域 U门上 U门下 好 属于什么 两个淋巴区域 所以诊断为N1 没有远处转移 为M0 T2 N1 M0 此题为 E选项 正确 老师 那考试的时候 要是这张表格 我能打小抄就好了 记住 要认真做题 不要想歪门斜道 对吗 好 继续来看第二问 第二问 第二问的检查 没有啊 没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肠癌的 临床表现吧 好吧 我们看一下 大肠癌的临床表现 那么大肠癌 首先分成两个 一个是结肠癌 一个是直肠癌 那么结肠癌 最早的 结肠最早的话 就是大便中浑着血 浑着血 从肛门排出去 所以表现为 粘液浓血便 所以考题就出了 说排便习惯 和性状的改变 那么这就是 最早的症状 最早的症状 当然左半截肠癌 与右半截肠癌 它的表现 又是不一样的 对吗 又是不一样的 老师 怎么个不一样程度呢 后面我会去讲 后面会去讲 好 再来看一下直肠癌 直肠癌 直肠里面 长了一个肿瘤 逐渐刺激了直肠的粘膜 刺激它的肌肉 收缩 收缩 所以排完厕所 排完大便 又想上厕所 对不对 总有排便不进感 以及立即厚重感 这是它的重要的 排便不进感 以及厚重感 肛门坠胀感 肛门坠胀感 好 那么关于直肠癌 我们如何来确诊呢 直肠癌确诊的筋标准 一定是做静检 静检是筋标准 是筋标准 但是考试又考了 那说我们筛查的手段是 直肠癌的筛查 有人选择了直肠止诊 对不起 答错了 为什么 筛检是 短时间能做很多 所以应该选择的是 便前血 对不对 便肠确加 前血的检查 那说老师 什么时候选直肠止诊呢 最首选的检查 最首选的检查 首选的检查是 直肠止诊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一个需要跟大家强调出来的 首选直肠止诊 筛查选择 便前血 加大便常规检查 如果说筋标准 应该是 静检加 活检 对吗 对的 这就提到了 关于肠癌的诊断 那肠癌的诊断 那么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流标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肠癌诊断监测 最有意义的临床指标 那一定是 CEAP抗原 所以答案选择B 肝癌最有意义的 应该是 甲胎蛋白 那么甲胎蛋白超过200持续 8周超过400持续 4周扩弧 排除活动性肝炎 再排除生殖性 胚胎性肿瘤 比如说 卵黄囊瘤 就可以诊断为 原发性肝癌 所以答案选择A 那么这道题 也曾经换了一个说法 说诊断肝癌 最有意义的指标是 AB超BCT C甲胎蛋白 你选哪个呢 也要选择甲胎蛋白 好下面 胰腺癌和胆管癌的 标记物 胰腺癌的标记物 非常清楚 应该是CA199 当然 无论是胆管结石 胆管癌 胰腺癌腺癌 都可以出现 CA199的升高 是吗 好答案选 C 卵超 输卵管 子宫内膜癌 好多是什么 复刻的肿瘤 那么复刻的肿瘤 跟谁有关系呢 CA125 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异病症 宫颈癌 都是这个指标 CA125 多老师 有的说 是不是乳腺癌 也会导致CA15的增高呢 正确 所以正确的癌 依次为B A C D 大家 错对了吗 好 继续来看 前面我就承诺给大家说 结伤癌要分成两部分来看 一个是右半结伤 一个是左半结伤 那么右半结伤癌 比如说 就是我们讲的 横结伤的右半部分 以及结伤的甘曲 生结伤和盲肠 这通称之为右半结伤癌 左近右肿 还记得吗 左近右肿 右肿 也就是左半结伤癌 为近润型 近润以后导致长相塑窄 长相塑窄以后 容易导致的是梗阻 右半结伤癌 表现的为肿块型 肿块长大以后 慢性的失血 混在大面当中 所以它典型的特点为 年夜浓血变 年夜浓血变 近润型 容易导致梗阻 梗阻 发生的转移 较早 去年考试 是不是就考了这个点呢 对 去年的考试 考到了这个点 希望大家认真来掌握 认真来掌握 那么 左半结伤癌 近润以后 导致长腔 蓝缩 狭窄 出现了梗阻 所以来看 它局部症状重 全身症状轻 但是 右半结伤癌 这儿长了一个肿块 悄悄的 逐渐在失血 失了好多血 最后这个人贫血了 所以说贫血等 全身症状重 对吗 对的 左近 右肿 记住 给四个字 四个字 直伤癌的非常简单 前面已经说过 这里面不做赘述 不做赘述 好我们来看一下 直伤癌的手术 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直伤癌 直伤癌特别早的 可以选择局部切除 局部的缩形切除 不是挖土豆 把肿瘤直接切掉 一定要连带着 一部分的正常的组织 切掉 这是我们讲的局切 另外一个 好 没肛门的手术 说明位置比较低 距肛门口小于 七个厘米 另外一个 位置特别高 距肛门口大于七个厘米 可以选择保留肛门的 叫做Dixon手术 Dixon手术 转换成汉语 叫做经负 直伤癌的切除手术 MELS手术 转换成汉语 就叫经负 还要什么 惠音挖钢门 对不对 经负惠音 联合直肠癌 根治手术 另外一个叫做 害人的手术 Hartman手术 远端做了什么 远端做了封闭 近端做了什么 近端做了 走喽 那么大概过上 三个月以后 可以再行端端的 吻合手术 所以这是属于一个什么 过渡性的手术 它主要适用于 急性肠肛阻 不能耐受Dixon 以及MELS手术的 年老体弱的病人 可以先选择 Hartman手术 速战速决 这是我们讲到的 直肠癌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 高频烤电 高频烤电 那说老师 左半截肠癌 为什么二期为主 你的右半截肠癌 就可以一期呢 右半截肠癌 一般来讲 没有形成特别干节的大便 相对来讲 它的大肠杆菌 在肠道内 还比较少 所以说 可以做什么 一期吻合 如果污染不重 污染不重 那一般左半截肠癌 里面细菌特别多 大肠杆菌特别多 如果你做了一期吻合 容易导致漏 所以说 我们主要为了防止漏 所以说 左半截肠癌 一般来讲 选择二期手术 也就是先做什么呀 先做造漏 二期再进行 对端的吻合手术 又叫做 环漏的手术 环漏的手术 那么前两年考试 又考到了一个 细节性的内容 就是说 癌种切除 我们要切除 要注意 这里面用 纱布条结扎 为什么用纱布条结扎呢 防止肿瘤的扩散 防止癌细胞 向长江扩散 以及转移 所以造了专业知识 以及专业实践能力 这一块考核的点 它就考核的很细 考核的很细 所以说 大家也认为 说科姆斯专业实践能力很难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那主要是因为 就是大家是 万丈高楼平地起 对不对 你觉得科姆斯实践能力比较难 其实我更认为 是你科姆二和科姆三 没有打好基础 所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今年郑保育学教育网 用我们广大考生的要求 那我们在科姆三 专业实践能力 给大家投入了时间 进行了加强 就是为了大家 能够把科姆四 专业实践能力学好 当然在今年 专业实践能力的课时 也有所提升 时间延长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总之就是我们 想尽了一切办法 让大家 最大可能的通关 通关 那如果说肿瘤 已经出现了 广泛的进入和转移 无法切除 那我们只解决一个问题 不是根治问题 而是解除梗祖的问题 解除梗祖的问题 好 那么关于直肠癌的手术方式 前面提到了 有巨蝎 有Miles 有Dixon 对不对 还有哈特曼手术 哈特曼手术 列出图表 列出图表 我现在大家已经非常熟悉 那我在这里面 绝对不用赘述了 不用赘述了 因为在科姆尔 相关专业知识 我就已经讲到了 对吗 好我们一起来看题目 50岁的女性 因为便学两月来诊 直肠镜检查 发现了距钢源 4公分 4小于7 对吗 4小于7 能不能保留肛门 老师位置太低了 位置太低了 来画一个图 这持妆线 肿瘤就在这呢 你有一个安全的范围 一切切掉 肛门就没有了 所以能不能保肛 不能保肛 不能保肛怎么办 上面打开一个口子 切肿瘤 下面再打一个口子 再挖肛门 对不对 腹部一个开口 会因一个开口 腹会因 联合 直肠癌根治手术 有没有这个MELS手术呢 腹部 会因部 两个切口 联合来做的 有正确答案 随选项 位置太低 挖掉肛门 没有肛门 如果换成一个英文的缩写 就叫做没肛门的手术 又叫做没有肛门的手术 MELS手术 对不对 就是它了 正确选项 随选项 是不是一道送分题 而赵老师 在你眼里全是送分题 是的 好 阶肠癌最早出现的症状 阶肠癌最早出现的症状 混合在大便当中 跟粘液一起排出来 粘液浓血便 对吗 也就是排便习惯 和排便性状的改变 什么意思 原来每天排一次大便 现在每天排三次大便 对吗 里面还有什么 粘液和血 所以说排便习惯 和性状的改变 答案选择 次第选项 说老师 你刚才不是讲了吗 那么阶肠癌分为左近右肿 左边是浸润型容易出现耿阻 容易出现便血 右边是肿块型 容易导致摸见一个大的肿块 同时慢性的失血 会导致贫血等全身症状 你让我们怎么选 两者共同的表现 你无论是粘液浓血便还是便血 都属于粘便改变 对不对 另外一个大便 走到肿瘤这 堵了一段时间 堵车了 然后再疏通 是不是排便习惯发生改变 所以说两者共同的表现 一定是四地选项 有些学生会 会这个纠结啊 老师 腹部肿块是右半截肠癌 全身症状 右半截肠癌 长庚足 左半截肠癌 你让我如何选呢 那振发性脚痛 是不是长庚足 也考虑左半截肠癌 你看 左左右右 对 这叫做矛盾选出法 如果两个指向右 两个指向左 那考试没有多项选择啊 你也应该选择谁啊 选择四地选项 对不对 道路千万条 做对 你先哪一条都可以 只要方法得当 不管白猫黑猫 逮住耗子 就是好猫 下面一个71岁的老年人 一过一年前出现了腹部的隐痛 近两天出现了大便鲜血 大便鲜血的病挺多的 那你说智肠啊 肛裂啊 对不对 都可以出现变鲜血啊 好 再来看 直肠直诊 未发现明显的肿块 直肠直诊 能够触及的范围 没有发现 好 再继续 胃冠肠 发现结肠必僵硬 充盈缺损 可不是吗 你又不是在直肠 你在直肠的中下端 我才能触及到 你如果这个肿瘤在结肠 我直肠直诊也不好使啊 直肠直诊 只对直肠癌 才有效嘛 所以说 现在考虑的 乱断硬窄 充盈缺损 我说了 在实际的考试过程中 出现这些体验 都考虑什么 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 好 那来看一下恶性肿瘤 不是溃节 不是科隆文病 不是肠结核 那么答案从CD来选 CD来选 好 来看一下 结肠 说哪段结肠 没有 傅老师没有说哪段结肠 那来抓重点 变血 老师以变血为主要症状呢 是左半结肠还是右半结肠啊 左近右肿 左边是近润型 近润血管容易导致出血 对不对 右边是肿块型 肿块型的 会导致什么 粘液浓血变 会导致全身症状 脾氧血 对不对 它是粘液浓血变 变血的是哪一个 变血的当然是左半结肠癌 哪个处于左半结肠癌 将结肠癌 对当然选哪一个 CD选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最后这道题 其实抓重点 就是在最后 你通过变血 能证明是左半结肠癌 所以选择 CD选项 有些学生很可惜 排除了A B E选项 在CD二选一的时候 老师我拿不准了 我随便蒙一个 就会选择了C选项 非常可惜 也就是这个知识点 你会不会 你会 你只会了50% 但你答的不够精准 所以这是大家的 十分所在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大家学习 一定要静下心来 因为现在大家浮躁的很 尤其是到了现阶段 对不对 就希望老师 你直接告诉我 考试题才好呢 你直接把答案念给我才好呢 对不对 想的美 这个饭要一口一口吃 不然吃快的容易噎着 好再来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显示的直肠息肉 直肠息肉 直肠息肉考试考 可能会考到哪些息肉 岩性息肉 对不对 还会考到一些什么 线维性息肉 到底怎么考 上一道题目 直肠息肉中 恶变倾向最大的是 哪个最大 容癌 对不对 我们就在讲到绒毛状的腺流 容易恶变成癌 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绒 癌 容易患癌 答案选 B 下面诊断明确的家族性息肉 那手术治疗 选择什么手术 好 大家来发展 我来给大家画图 画图 盲肠 蓝尾 回盲半 生结肠 横结肠 降结肠 乙状结肠 直肠肛管 那么家族 现流性息肉 并一般来讲 多发的息肉 100到200克以上 多位于整个的全结肠 全结肠 所以我们要切除的话 应该选择全结肠切除 整个都要切除 将末端回肠 A端和直肠 B端进行尾和 对不对 所以正确的手术为 全结肠切除 末端回肠 加直肠的 吻和手术 大家应该选择的是 2B选项 当然这小题 其实说的不够严谨 因为家族性灵律其中 有的时候会累积到哪里 会累积到直肠 那是不是也需要 连直肠进行切除呢 是的 所以这小题 不是很严谨 不是很严谨 当然选择2B 好 再来一题 34岁的女性 那么振发性腹部脚痛 振发性脚痛 难道出现了梗阻吗 好 继续来看一下 频繁呕吐 痛吐 考虑梗阻可能性大 好 继续来看 呕吐的是血性 不得了了 呕吐血性的说明消耗到出血 好 再来看 发病以来 肛门胃排气排便 痛 吐 B 都有了 考虑什么 长梗阻 好 血压84 58 怎么了 小于90 60 低血压 修克 修克血压 好 心率 代长性增快 考虑修克 腹部饱满 腹部出现了明显的膨龙 为什么膨龙 是不是发生了梗阻呢 好 再来看 压痛反跳动 急紧张 这说明出现了腹膜炎 不是很好 如果是肠梗阻发生了 腹膜炎 说明了肠坏死 肠子死了 肠瘤消失了 肠子不动了 对不对 对的 所以现在我们比较倾向于 肠梗阻的哪一行 胶窄性 胶窄性 两年前曾做过胆囊的切除手术 胆囊切除手术 术后容易发生粘连 粘连导致机械性梗阻 符合机械性梗阻 目前发生了什么 血运障碍 出现了脚窄 好 初步是这样来考虑的 血色素多少 10克5 平血 平血 女同志小于110 就考虑平血 穿刺抽出血性液体 好 上面有藕血 下面穿刺也有血 考虑脚窄性 肠梗阻 好 下面我们来看题目 可能的诊断是 术后发生的梗阻 粘连型肠梗阻正确 A选向有 麻痹型肠梗阻 一般来讲 炎症刺激 或者是低加血症 或者是中毒等引起 不考虑 排除 异为人身破裂 异为人身破裂 异为人身公外孕 对不对 公外孕的特点是什么 停经 腹痛 阴道流血 有没有停经时 没有 好 排除 洁性兰尾炎传孔 并发弥漫性肤膜炎 大家觉得像是蓝尾炎吗 蓝尾炎会有典型的转移性 下腹痛 我们这个是考虑的 术后的机械性肠梗阻 会排除 好 脚窄性肠梗阻 出现了肤膜炎 呕吐有血 大便有血 此都可以诊断什么 脚窄性肠梗阻阻 负荷 有 全腹部压痛 反跳动 机械肤膜炎 刺激针 诊断为弥漫性肤膜炎 正确 好 G 消化性溃疡穿孔 消化性溃疡穿孔 为突发性上腹部 刀割痒 剧痛 出现阁下游离气体 以及肝着眼界减小 或消失 没有排除 卵超囊肿 破裂出血 卵超囊肿 你首先得告诉我 有卵超囊肿的病史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病史 没有 排除 所以我们给出的答案应该是 A E F 大家选对了吗 好 继续来看第二问 进一步的检查和初步治疗措施 包括 查哪些内容 查哪些内容 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A选项HCG 若老师我又不考虑欲问认身 也不考虑流产这些内容 好排除 好 B选项输血 有没有达到输血指诊 我们一般来讲 血色素小于7克 才是我们的数学指诊 好 没有达到 排除 好 查电解质 脚窄营肠根组 容易出现水电酸碱失衡 所以应该查电解质 没有问题 好 胃肠减压 进食水 胃肠减压 急诊 凭手术治疗 对不对 对 因为已经发生了脚窄 肠到坏死 如果不做手术 坏死 肠管释放大量的毒素 必曾覆膜吸收以后 会出现感染 中毒性 休克 所以应该做胃肠减压 进食水 进食水 静脉给予胶体臂剂等 胃粘膜保护剂 对吗 周老师 胃粘膜保护剂 现在也不应该给 它也不是胃克痒 另外一个 胶体果胶臂 也不是静脉给的 我们要用 也是什么 口服 现在患者进食水期间 无论从何种角度去讲 都是错误了 再看 生命体律监测 患者出现了什么 休克的表现 感染中毒性休克 所以应该监测 对不对 正确 好 继续 输液补充小热量 快速建立胸脉通路 维持有效凶寒血量 说法正确 好 下面 副部评片 哈 有无梗组 是不是孤立巨大的长判 不随时间移动 进一步来印证 我们交练性肠肛组的诊断 需要正确 所以这里面来看一下 CDEJHI 均为正确选项 那如果大家前期铺垫做的好 做科姆四专业实验能力 案例分析题 其实我认为是不难的 并且我一直在强调 一直在强调 说大家把之前复习了三轮 复习了三轮 你再来学这些内容 它就是很简单 所以说 在科姆尔相关专业知识的时候 要认真 在科姆三专业知识的时候 也要增结 那么到最后 顺水推舟 水到渠成 下一步 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包括 又考到了什么 治疗方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观察 月经期 暂行 非手术治疗 周老师 这个人都感染中毒性休克 那么就习就中的原则 如果不做手术 马上就死掉了 真的很快很快的 感染中毒性休克 对不对 所以A错 好 急诊泡泡探查 正确 肠切除肠吻合手术 周老师能不能做 肠切除肠吻合呢 那如果是小肠的 缺血坏死 可不可以做切除吻合 可以 可以 好 请妇产科会诊 请卵超囊肿播出手术 有没有卵超囊肿 没有达非所问 好 肠躁漏手术 易选项呢 周老师要看具体的情况 如果是小肠相对干净 我们可以选择的什么样 肠切除肠吻合 那如果说 结肠 结肠里面还有很多的大便 大便 急性的耿阻 水肿比较明显 不适合做吻合的时候 你比如说这边薄 这边厚 你能不能把它强行吻合在一起 不对 不门当户对啊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话 一定是不水肿明显的 而且污染不中的在做吻合 所以说 有没有躁漏的可能 有 远端封闭 近端 躁漏的可能是有的 好 下面 肠外治手术 肠外治手术不就是肠躁漏 这个 周老师肠外治 不就是肠躁漏吗 错了 那就说 有的时候你不确定 肠管是否发生坏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讲我们的腹壁 这个腹壁 把整个肠管拉出来 拉出来 这样 我不确定它有没有坏死 我整个把它双腔 都把它整个拽出来 我观察 过两天发现这坏死 变黑了 那我直接这个位置就当什么 就当灶漏了 从这排大便 对不对 这叫做肠外治术 拉出来观察着 如果你逐渐好了 好 后期我可以给你还纳回去 对不对 把纳回复墙 如果观察发现坏死了 我向他从这排大便 然后过后呢 把这切掉 对不对 然后再环漏 再环漏 这就是我们说到肠外治 便由我们逐渐的观察 这也是正确的 事行年连松解术 年连手术重要吗 不重要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解决什么 解决坏死 或者有可能发生的坏死 排除 植物油灌肠 不行了 都考虑脚窄了 你再灌肠 直接会导致什么 肠破裂 那大便进入到腹墙 会导致污染加重 错误 所以我们给出的正确的案为 B C E F 实际上 如果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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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